现在可以看到行政院的这个大礼堂里头有部分的学生在里面休息 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完全全都停止他们的行动 他们在里头不断的涂鸦 甚至在这个白板上写到今日不返福贸 明日可能没有可能没有明天等等相关的标语 在行政院的会议室里头 他们仍旧是有做各种各样的行动 就是希望能够让表达出他们对于这一整体行动的不 对这个福贸的不满 不过他们在这个会议室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的人是坐在那里休息 也有的人是没有闲下来 他们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白板上不断的来涂鸦 而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最近消息是 12点15分的时候也大约就在5分钟过后 行政院的发言人孙力群将会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第一次代表政府来对外说明相关的这个行动 您可以看到在行政院里面 除了在会议室 其实在走廊上 其实学生和警方也都是不断的在狭路相逢 那原本的这些学生是在里头不断的流窜 不过警方现在是以蛇龙的方式 将学生区隔在一个小房间里头 而现在您可以看到在行政院的外头 其实相关的警力已经是开始进驻他们都戴上了这个头盔 拿起了警棍还有这个盾牌已经是往这个集结线来前进 等一下很可能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强势行动 而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警方已经是准备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要来做一波的强势驱离行动 在行政院的外头您可以看到警方是不断的来回奔波 因为在这周边其实是有相当多的零星小冲突 您可以看到警方现在这个全部的这个警力呢 他们都是拿起盾牌戴上了钢盔 已经在这周边完成戒备和待命 把行政院的四周不是只有行政院的正门 不是只有行政院的大楼 而是行政院的四周要开始陆续的来做这个清场动作 谢谢大家